-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看到就是 我们的基础学院 它已经是 准备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个月手上拿到 哇我一看真是天花乱坠啊 那 我们今天看到它就有这个 有喧闹创业中心 有屁股安养乐园 有这个接日国际村 有双湖创业村等等 我看到里头有非常多是 其实是一个盈利性质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一间大学转型以后 它要朝一个所谓的福利事业来处理的话 其实福利事业最重要的就是 非盈利 非盈利 然后可以招呼社会 但是 顾应刚刚苏涵所讲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计划书里面有一句话 已经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做生意就是为了做公益 做公益 就要透过做生意 这不是我自己捏招的 这是它的那个计划书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 原来这就是现在这个董事会他们想做公益的方式 我不知道这样子在社会的公平或是教育部的认定里面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 我们要求董达的董事会 现在应该要立刻偿还教职人的欠歇 我们希望现在这样子这个董事会 应该要被教育部立即的解散 那你要否准这个转型计划 我们希望这个庞大的校场 未来不管有哪些学校退场 不管有哪些学校停办 这个校场应该要回归政府 来进行重新的规划 看如何回归在公共使用上面 那我们都其实知道说 其实明天又有学生团体要到教育部去抗议高学费 调涨学费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学生的学费不断的被调涨 教育部不断的在喊说公共教育资源不足 不断的在喊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办学 但是为什么像永达这样有15亿资产的校产 它本来就是属于公共所有 你却不积极的看如何去不论是透过修法 或者是我们知道教育部 也有在制定所谓的创新转型条例 你为什么不是在这样的条例之中去规定说 之后只要是停办或者退场的学校 这个教育资源应该要回归公共教育资源使用 这样学生也不用涨学费了 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些公共的教育资源 会回归到私人去进行盈利所用 那我们真的是要在这边症状的呼吁教育部 请不要让这样的转型计划通过 不要让校场变成私人 谢谢